我出生在北方的张家口山区 雪花纷飞的世界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 酷爱冰雪运动的我有幸带领这支科技冬奥团队 助力中国冰雪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这一生注定和冰雪结缘了 我是刘宇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项目负责人 过去的近三年来 我们团队师生有两百多人次 往返 上海 张家口 北京 河北来远等国家冬季训练基地 包括跟队出国征战 为国家队提供科技助力生物力学测试和服务 从事运动生物力学研究和教学三十余年来 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承担冰雪运动方面的研究任务 2016年前后 了解到国家科技部将要设立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我们利用上海国际化水平高 国际交流信息发达 特别是上海体育学院 学科发展以及体育科技发展水平 位于全国前列的优势 积极准备并成功申报获批 这一个冬奥周期以来 我们团队实生长期下队 为国家跳台滑雪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U型场地技巧 速度滑冰 大跳台等多支国家队提供科技助力服务 努力把科技创新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在白雪挨挨的山上 顶着大风架设仪器 实时采集运动员起跳速度 起跳角度 空中姿态 跳跃距离等生物力学数据 我们的工作相当艰苦 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在雪如意见证第一跳时 正赶上百年未雨的寒流 室外温度达到零下三十多度 但是极寒天气和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的步伐 我们研发的多模态生物力学快速反馈系统 整合集成了基于高速视频的无干扰三维动作捕捉系统等多项技术 看到国家队北欧两项的外籍教练对我们的技术竖起大拇指 称在欧洲都没有见到过时 一切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我被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所吸引 因为我是从事体育科学的 体育科学的发展是国家强盛 开放和进步的象征 而上海的城市精神 也充分体现在了上海体育学院 这所高等学府的办学精神中 我们迎来了冬奥 期待科技手段能够助力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在冬奥赛场上有所突破 一起加油 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需要爱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cherry future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